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Sandra 之前我们拍摄过鹿顶忌的点心 是很有酒店级素 这次我们会去香江花月 质素也很高 也有很多人已经介绍过那里的火窝 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去吃火窝 而是去试喝茶的质素是怎样的 香港花月有两间分店 是位于佐敦和荃湾 这次我们会去佐敦分店 大家过来如果乘坐港铁 步行只需2分钟左右 只要在佐敦A出口出闸 上来转右直走 然后过对面马路 就见到八成大厦 然后上二楼就到 佐敦分店是中午12点开门 我们早了5分钟左右 见到门口已经有很多人 我们没有订位 但大家来最好先订位 见到门口摆放了復古的人力车 是可以在这里打卡拍照 之后还见到很漂亮的花 是懂得动 是很有心思的布置 另外这里还有房间 放置了好幻彩的波波灯和镜 感觉很梦幻 可以在这里等位的时间 先打卡拍照 差不多12点钟 可以进去 这里的装修 是充满了怀旧的色彩 也很豪华 听说这里是用了1200万装修 地方是很阔落 座椅也很舒适 是以啡木色和墨绿色为主调 是好像回到50年代 进来右手边见到玻璃柜 放了很多这些不同颜色的古董电话 全部都是店家手楼回来 真是很有怀旧气氛 前面还有古旧的打字机 另外还有黑胶唱机 有流声机 还有收音机和一些古旧的电器 真的有很多古董 很多人在这里打卡拍照 这里的餐具是很复古和很漂亮 是有蓝色的花纹 是很配合这里的风格 让我们看看点心纸 点心的款式不算十分多 但看来每一款都很精緻和很有特色 给我们 Państwo提 按事 follows 精点选为臃脆野菌饺 特色精点选为三式可隔 精一点都是烟齌金鱼饺 还有亩野朋友工统 煎炸小食就选了黑白天鹅 至於布拉腸粉就點了金絲海王翠網腸 特色小食和粉麵飯就沒有點到 員工介紹了蟹肉蛋白炸雀巢 是較多人點的 我們想嘗試多點心 所以就沒有點到 在這裡的中間位置放置了火鍋的醬料 是圓形的設計 是挺有特色的 之後走過來 還有這個懷舊的車仔檔 有火水爐 還有炭爐 好像回到50年代昔日的舊香港 都是一個打卡位 可以拍照吧 一會兒點心就到了 才是到了黑白天鹅 這雙天鵝真的很漂亮 擺放在木盒上 又有蘭花 還有鵪鶉蛋做裝飾 再加上護絲著炒 真的很像擺設 不太捨得吃 連天鵝頭的顏色都做得很精細 天鵝底和尾 都有芝麻點綴 又有一點水 再吃一口 黑色天鵝 也會有小火 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 一口 再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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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下去非常松脆 加上放了芝麻 很香 里面的杏仁奶就不太甜 我觉得好吃 至于白天鹅里面的馅是红豆蓉 都好吃 我最欣赏它的爱层超级松脆 连香护雀巢也可以吃 甘春蛋也是真的可以吃 接着到了鸳鸯金鱼饺 这一碟金鱼饺 又是另一款艺术品 金鱼的颜色非常漂亮 有金色的点缀 看来更加矜贵 还有金鱼眼做得像模像样 白色和红色的鸳鸯魚翅 是令整碟鱼饺看来更生动 让我试一下味道 皮是比较鸳韧 里面的虾是很新鲜 和很弹牙的 都不错 是可以加些鸳鸯汁吃 红色是蕃茄味 白色是白汁 味道是比较淡的 其实类似鸯鸯饭的酱汁 这一款鲜茄白花鰻鱼盆 都很精致 外面是用了茄子包住的 上面是鰻鱼 再加上鱼籽 试一下 茄片切得很薄 里面是有虾 是很弹牙的 味道都不错 然后试翡翠野菌饺 它的样子是不错的 是有三件 都挺大 看起来十分晶莹通透 上面黑色的装饰 应该是木耳蓉 里面的馅料 有很多菇 起码有两种菇 另外有些绿色的素菜 是非常香 味道OK 也不会太咸 馅料是没有肉的 是属于素食 如果喜欢吃菇类 是可以一试的 奶黄包也到了 小企我非常可爱 小朋友一定喜欢 包包是不小的 刚刚蒸起有点热 但是包的质感就不是那么松软 而奶黄包也不是流沙那种 奶黄味也不是很浓 这款只有卖相就没有耐咸 即是比较一般 至于这个金丝海黄脆网肠 也很漂亮 上面放了很多木乳片 加了日本元素 都用了兰花和番西装饰 这里很多菜式都会加入花去点缀 所以都会很漂亮 腸粉是很滑 脆网也很脆 里面也有虾 也很好吃 今天我们三个人吃了六款点心 都差不多饱了 但我们看到很多人都点了金丝黑松露炸鲜奶 所以都忍不住再加了单 我们去洗手间经过走廊 看到牆上面展出一些50年代的报纸 很多报纸我都没见过 会不会是你的年代呢 其实连厕所里面都摆放了一些当年的摆设 和用品 但厕所我们就没拍摄到 很快炸鲜奶到了 这款炸鲜奶卖上真是很漂亮 是有着槽托底 是装着四个外层一丝丝的炸鲜奶 上面撒了椰丝 再加上兰花和番西 放在这个这么漂亮的盘上 真是挺吸引的 我咬下去外层一丝丝是很松脆 也不会油腻 里面是奶白的鲜奶 是刚刚炸起热热的 是大油黑松露味 但就不算很浓 也不是太甜 是比较淡口味的 我觉得是好吃 但如果喜欢浓味 就可能觉得太淡 我们吃完这个炸鲜奶 真的太饱了 今天最后埋单 连加一和茶钱 三个人合共是326 总结来说 这里装修是怀旧舒适 而且摆放了很多古旧的摆设 好像来了小型的博物馆 食物方面 这里喝茶很多都是巧手点心 每一款点心都好像艺术品 所以卖上可以是很高分 至于食物的味道 个人觉得是不错的 食物也很新鲜 但也要看个人口味 可能有点点心就不是太浓味 服务方面也很好 是没有人手不足的情况 员工也很有礼貌 价钱方面 我觉得性价比是高的 有这样的质素 价钱是合理 好 时间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大家记得给个like和订阅 还有点钟仔 因为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拍片的动力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条片见 拜拜